我們看在這裡 第一個 來 甲跟甲今天呢 甲那意外發現誰的乙漆呢 跟這個誰的喪失有婚外型 不甘綠營造頂 以愛慕者心意傳載這個巧克力到丙 上面載一個 無視無刻不想你 那丙收下不宜有他 來 畫起來 與丙有性關係的丁 不甘丙劈腿 也在這個巧克力裡面加上毒藥 餅的剛好有重要客戶來訪 私下毒藥 毒發 身亡 對 那就代表這個巧克力裡面有兩份 對不對 因為甲已經下一份了 餅也下一份嘛 那個什麼 丁也下一份嘛 這個巧克力有double shot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甲的行為有沒有沉浸營劑脆脆 這個部分 構成要件來看一下 甲這樣 餐有誰的劇毒的手工巧克力送到餅公司 這個屬於殺人行為 無異啊 A稱下 所謂的巧克力身亡 那這個死亡結果有可能來自於丁 有可能來自於甲 兩個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在學說上稱為 則依因果 你把他畫起來 就 你兩個 其中一個都可以發作嘛 對不對 那其實這時候在討論什麼 條件關係嘛 因為條件關係我們講過 條件關係是什麼 若無始行為存在 則無此邪有發生 那你可不可以說 就算沒有我假的 也有丁的啊 對吧 沒有我的行為 也有丁的行為存在啊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個否定說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可以這樣主張嗎 喔 條件關係嘛 若無此行為存在 則無此就發生嘛 那沒有我的行為存在 你結果還是會發生嘛 可不可以這樣主張 看到 否定說認為可以 所以兩個都成立上按位稅 因為沒有條件關係 那就是衛稅飯嘛 那肯定說認為說 這是特殊的情況 所以應該把兩個的行為視為一體 畫起來 兩個的行為是為一體 然後適用條件關係 那這時候呢 甲跟丁都成立殺人計稅 OK嗎 那括號3 分別處理說 分別處理說認為說要看證據 先發作的 成立殺人計稅後發作成立 殺人計稅同時發作 兩個都殺人計稅 無法證明那當然兩個只能做 有力被告認定兩個都殺人計稅 聽得懂意思嗎 OK嗎 所以說是這樣寫 那我們認為最後我認為 個別處理說我也可財 如果沒辦法證明的話 那應該兩個都只能論殺人計稅 不能論殺人計稅 那我們看到2就寫出來了 那未稅犯的那個 應該是殺人未稅 應該271條2項殺人未稅 那殺人未稅呢這樣 犯行殺人計稅 主觀是要有殺人故意 那可是他本來殺人故意是誰 是想要殺柄 這時候卻叫他A 請問這個在考什麼 來畫起來 等價課題錯誤 對不對 那等價課題錯誤法律效果為何 不阻卻故意嗎 聽得懂意思嗎 不阻卻故意 所以成立未稅 這不阻卻故意 所以故意成立 那客觀上有著手 那都成立上未稅了 OK 那看第7頁這裡 好 這個部分呢 其實首先先討論以啦 各位 以失控中要丙的行為 有沒有成立過失致死罪 其實這個以的行為 主要是考刑法上行為的判斷 為什麼 因為他是被鞭炮丟到車內 他因為什麼 驚嚇而撞到別人嘛 OK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主要是考刑法上的行為 刑法上行為 我們講過是人可支配行為 叫刑法上行為嘛 對不對 那換而言之 如果是人不可支配行為 就是非刑法上行為啊 對不對 那非刑法行為有哪三個 來畫一下 無意識狀態 絕對強制 反射動作 還記得這三個嗎 還記得嘛 那本案呢 他是因為被鞭炮丟到車內 他因為驚嚇 這應該是反射動作 就鞭炮炸到你 你嚇到嘛 這是因為當下的立即反應嘛 這不是人可以支配的嘛 所以鞭的部分 應該是非刑法上行為 他撞到柄的部分 非刑法上行為 那問題來了 那請問鞭的哪個行為 才是我們要非難的 鞭今天沒有關窗戶的行為嘛 因為你沒有關窗戶 造成人家鞭炮丟到你車內啊 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部分 有沒有構成誰的刑法上犯罪 我們認為說 好啦 的確具有條件啦 因為你沒有關窗戶是 你可以支配的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請問 沒有關窗戶是一個 把守落雪風險嗎 聽得懂意思嗎 我們的交通法會 有要求一定要關窗戶嗎 並沒有嘛 我常講 如果要求一定要關窗戶 那幹嘛車要做窗戶 就不要開就好了嘛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算行馬上行 根本沒有製造 把守落雪風險 ok 好 再來是講 假亂丟鞭炮 其實跟我常常講喔 這個題目你要討論兩個 假對乙跟假對丙 聽得懂意思嗎 假今天炸到乙 當然先成立過失傷害 這沒有問題嘛 過失的要件我們之後再講 可是問題在假對丙要不要負責 因為我假丟到乙 乙因為今下的狀況要丙嘛 那個丙要不要規則於假 聽得懂意思嗎 那這個部分就要考英國關係嘛 我想問大家 你如果用相當關係語言來看的話 你覺得這是常態事實還是偶然事實 你今天丟鞭炮炸到這個乙 乙又應該失控撞到比 常態還是偶然 我覺得這個沒有標準答案啦 只是你寫常態那就是具有英國 你寫偶然事實就 英國關係不具備 就這樣而已 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這樣 在討論說 你覺得這是常態事實還是偶然事實 我看你的判斷 OK 再來是第九頁 可以看到第九頁這一題 來看一下 假開車撞到乙 乙因為送醫急救 因為水的救護車 司機闖紅燈 而造成乙 水的血胸 急需輸血 乙送醫之後呢 丁沒有查明血型 輸錯血給乙 乙死亡 請問甲丙丁的行者為何 這題除了有點多啦 怎麼寫先討論甲 因為他先發生的嘛 我常講各位解題就依照時間的順序來做解答 因為甲發生在前所以先解甲 甲撞到乙 乙受傷先構成284條過失傷害罪 這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你撞到他造成他受傷性構成過失傷害這OK吧 對不對 好那再來 甲撞到乙 乙送醫急救然後輸 護士輸錯血 造成乙死亡 請問甲要不要為這個結果負責 甲會不會進一步成立276條過失事實 第一個我想問大家有沒有條件 有 沒有你撞他他不會送醫急救嘛 對不對 只是我想問大家這是常態事實還是偶然事實 偶然事實嘛 所以依照誰的76財產192他是偶然事實 那就不具有相當性 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呢不成立過失致死罪 可以嗎 不成立過失致死罪 護士輸錯血已死亡 對 來這裡我用客觀規則理論建構 你看一下 這個事的部分 構成要件條件關係具備 結果規則來看一下 闖紅燈的確是一個製造法所用的風險 這沒有問題吧 可是呢 畫起來 這個結果的發生是因為護士輸錯血所致 有學說認為說這個是第三人的輕率過失或重大過失 畫起來 先前之 不好意思那個字打錯 先前的行為人 無需為最後的結果負責 這個叫回溯禁止原則 畫起來 我覺得 你是因為其他人造成這個疏失嗎 其他疏失造成這個結果嗎 那不好意思 這個結果就不能歸則於我了 這叫回溯禁止原則 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這說呢 他無需為這個結果負責 所以不成立過失致死罪 好 那再來 丁沒有查明這個乙的血型 造成他死亡 那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應該成立過失致死罪 那只是過失的要件我們剛才已經有提到過 是四條一二項 對不對 一項是什麼 客觀注意違反 二項是客觀預見可能性 聽得懂意思嗎 主要是這樣 OK 那第十頁我們就留在下次再講 今天講完英國關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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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